杨子29周岁的生日在网络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她的生日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 让所有人都能感受到她的快乐 可以说小子在自己的生日宴会上开心的跟个小孩似的 一直以来她都是所有人心目中的门妹子 杨子如此美丽完全没有29岁的年龄 她不但很讨人喜欢还有一颗青春的心 这次的生日派对装修的很有示意 还有她手里拿着一头超级萌萌大的大熊 简直门爆了 最近几年杨子在大陆娱乐界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最好的资源都在她的身边 她不但参演过好几个热播剧 而且还在著名导演的影片中出现过 还上过很多流行的综艺 她的受欢迎程度很高 时光飞逝 她不但名声大噪还变得更加美丽动人 她之所以能在演艺圈交到这么多好友 主要是因为她真实自然的个性 她很怀念过去把友情看得很重 人们第一次知道杨子是因为她是一个小演员 在热播的加油儿女中 她出演了下雪的角色 她在这出戏里演得很好 她不但很讨人喜欢还很会演戏 她在剧中扮演宋丹丹的女儿使她一炮而红 现在尽管杨子已是一位著名的女星 她仍然与家友儿女中的其他成员 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尽管她很忙碌 她仍然在每一年都与剧组里的其他成员相聚 她与宋丹丹相处得十分融洽 两人经常打电话发微博 杨子每一年都要陪着丹丹过生日 还常常到丹丹家中与她把酒言欢 在这之前宋丹丹曾在广受欢迎的真人秀2中出现过 杨子也经常担任盖栏目的主持 在电视上她很关心宋丹丹 一口一个妈妈的喊着 两人之间的交流都是满满的爱 最后她和宋丹丹的一段谈话十分动人 以至于杨子都感动的掉下了眼泪 她不能隐瞒自己对宋丹丹的爱慕之情 这一天她的闺蜜乔欣也发了一条微博 说自己的生日晚了一分钟 这让她很是意外 实际上乔欣原本是想要为自己过一次生日的 但是因为互联网的缘故 她的这条微博稍微推迟了一些 杨子也开玩笑说 自己的好朋友已经不喜欢自己了 二人之间的交流非常有意思 网民很嫉妒他们之间的友情 觉得杨子很有感情 也很重感情 总之杨子的生日派对吸引了众多网民的注意与热议 而她和家有儿女的工作人员和好朋友宋丹丹之间的关系更加感人 杨子的相仇与真诚的人格魅力令人钦佩 同时也使人们对她的前途有了更多的期望 身为一个媒体人 我很好奇杨子将来的发展之路会是怎样的呢 她还有什么令人惊讶的地方 我很期待她的表演生涯 感谢观看